接着来看到的是体坛的讯息 清水国小男子躲避球队日前参加全国躲避球锦标赛 靠着绝佳的团队默契跟出色的进攻防守 在竞争激烈的赛事当中 不但打败众多好手 更完成创赛17年来 首次有男同组缠连三连霸金牌的夹击 因此主板单位呢 也特别把象征冠军的金龙旗 制赠给清水国小来珍藏 也让师生们是未知振奋 球场上队员们左闪右躲 甚至展现空手接球的每一季演出 来自清水国小的男子躲避球队 日前参加全国躲避球锦标赛 不但是完成创赛17年来 首次有男同组缠连三连霸金牌的夹击 主板单位也特别把象征冠军的金龙旗 制赠给清水国小珍藏 让师生们都为之振奋 担任角色是队长 平常会叫他们战术 或者是帮他们加油打青 很开心 因为308可以把龙旗留在学校 很爽 因为这是躲避球历史以来 我们是创历史的一队 大会规定全国连续三年冠军的队伍 才能够保留金龙旗 清水国小是17年来第一次 有男生的队伍残连全国的冠军 所以大会特别将这面17年来最有荣耀的金龙旗 留存在清水国小 教练也表示 男同组的参赛队伍 每一年大约都有将近40组的国小团队报名参加 加上彼此的实力差距不大 因此竞争是相当激烈 而这一回能够夺下3.8的成绩 可说是难度相当高 而纪念这历史性的表现 校方也与他们一同制作纪念陶板 放在校园里终究表扬 冠军是留给肯努力过的人 因为冠军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才有办法拿到冠军 团结合作才会成功 因为在球场上团结合作才能得到冠军 这一个陶板呢 就会贴在我们学校的荣誉墙上 可以一辈子的留念 这个呢给一些有志于想要追求卓越的孩子 超越巅峰的老师教练都有个目标可以追寻 而校方也表示 接下来的追寻小小选手们将在8月要代表台湾 参加日本最大的躲避球赛 而目前也正持续的加紧练习 喜欢能够继续为台湾争取到更好的成绩 记者称不汉台中采访不到